这个主宰拍杯 但是铁德娃落地拖飘了 前循再次登顿的反程 还有一次机会就是火球 这一个弹射火球会眷电谁 两位选手都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断位的速度谁更快 铁德娃顶着前一段位 没有任何问题 对面站出针队的 金虹我想错了 想着金虹说的数车是吧 金虹说你 你到底 我觉得游哥应该是 仓雄绝影的最佳代言人 无论出什么车 我觉得没有仓雄绝影的手感好 对 我就觉得仓雄绝影手感好 是 选手起步 铁德娃顶起步非常快 第一关机器也没有任何问题 前循过后追 但是这张图是铁德娃的王图 直接开机一次优 简单的铁德娃也开了 对 铁德娃开得比较远 但是这张图后置位的卡位 会有一定优势 铁德娃被卡掉小噴 努力自大噴测出来 进到口 拉停至CW 对 但是千亿只有CW单喷 第二个小喷被蹭掉 对 对 这个弯道路线也不是很好 再做一波调整 来到了甩尾进阶处 没有任何问题 两名选手都非常极限 再来一手侧身进阶 散喷 又是单喷 开CU赶紧跟 是 但是铁德娃在前面 甩尾出问题了 应该是 这大概就要么单喷 要么没喷 对啊 一个棒力 哇 这里一个内线 再来一手双刹弹射 么千亿更加极限 但是歪了 这里铁德娃赶跑啊 这里他没有在 求稳跑 对 他直接弹出来 这种情况你 我觉得我可以预测 很多很多选手 会有怎样操作 但是唯独我预测 不是来铁德娃 会有怎样操作 对 这里 因为按照我们 光是 这是铁德娃的选手 我觉得铁德娃 真的不会求稳 对啊 我有什么车来干 上次我这铁德娃 是也跑solo 广而先进 就觉得他有优势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 他缓缓心 他可以流入军者 对 他就不流 就不流 对那一局 后来还输了吗 对 输了 对 差点赢了 原本要是流车 打一手赛车战术 很有可能赢的 对 刚刚的一个软 有点早 拖了一下 这个落地 有点难受 有点惊险 现在先处于零跑位 零跑距离还是比较大的 哎呦 这个也飘得太早了 对 你像这样的话 这一分丢了 而且你赛车是这样打平的 你倒不如说 你就直接留一手车 对 而且这张图 是对面的王图 为什么要硬碰硬呢 其实没有太大必要啊 上次是对战刀官人吧 但是看到前面千询的距离 也是没 不是很远 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 不是很远 这个四星图 这个距离也很难追 但是这里是一个失误点 对 因为这个失误点 千询这也路线拉满 没有任何问题 只剩下最后一个拐点 再来一个进阶 那千询这一局 十拿九稳 没有任何问题 帅进阶过来 那这样让我们恭喜 RM千询 1比1战平 对 不是讲 我觉得雷诺的概率也很大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会直接用到无用者 而且这一手 千询这一手海神选的 真的是恰到好处 对 铁德娃 这个 1点15 对吧 指挥官最牛的 不用是自动机器嘛 是呀 就是将当于自动机器 我们的内套直接让出来了 哦 还卡到铁德娃上墙 是 铁德娃这边一个上墙 淡气情况也不乐观 千询拿到零跑位 瞬间零跑很大的距离 那即使铁德娃 炸驾驶的指挥官 也不太好追啊 对 刚刚说就是你拿海神去打指挥官 你一个失误 我就能追上来 是 看再来甩尾 千询在前面发挥的非常稳定 海神这辆车真的 也是什么土地很好 对 而且感觉和 赞蓝色的 赛道 对 和赞蓝色的ECU 很适配 对 这里甩尾没喷 对 接个侧生单喷 对 那铁德娃这边甩尾再次出现失误 感觉还是急呀 给铁德娃机会了 对 但铁德娃在后面也是出现了 很多很多的拖飘 是 这里歪了 千询上去磕了一下 是 然后这里还出了一个单门 那铁德娃再次拖飘 这么礼尚往来吗 没必要吧 铁德娃这里侧身 弹性延续以后卡内线 但是反而被千询卡位 拿到顶跑位 这里一个冠军点票 再来一个弹射 出来了 千询没出 对 但是在后面千询有卡位优势啊 铁德娃没有小喷 再来一个点票以后 千询还是在前面 是的 这个是他的二分 是 那仅剩下三点弹射点 千询先弹 最后一个小标 说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仅剩下双弹弹射 恭喜千询再拿一分 而且是列车打强车 二比一 但是海神虽然说 跑一赢很难 不过有鼠车在前面引路 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还是打零跑 自己跑自己的 对 就是 也行 如果说他这边能拿下 就把鼠车留到又最后面的话 那就是大优势 对于铁德娃来说吧 他始终比赛想的是 怎么能发挥自己 对 但是一个有战术体系的搜索选手 最应该的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跑的不难受 但是你一定难受 嗯 这里千询测身太急了 对 固言一个非常大失误 给到铁德娃领跑机会 铁德娃撞强点过后 时间点还很快 嗯 这一局要找回刚才反压的场子了 对 千询起奏已经乱掉了 哇 这一局期待铁德娃会跑到怎样的成绩吧 嗯 再来一个坦射没有任何问题 这里也没卡器 因为手里面还有一罐弹器 对 非常高 我们对我们迪加cw打开启一个ECU 这里可以还可以做一个弹线 但是没延 不关57 CW过来之后 马上来到我们的飞跃跳台 这一把至少11啊 应该飞跃完美化还能更快 哦 这里迪加哥 WCWW要提前下去吗 没有 这一把一秒来了吗 哦 有点险 11秒13 打破了长城的记录 是的 他如果提前下去 应该是能够逼近到11点0的 这个至少是11秒钟小 但是 秒数了 对 你再去回看他的秒数 他就真的没有机会 难道是我记得是 1分11秒2难道是1分11秒12 1213 差点点01是吧 哦 这里延续的卡器 然后还没开码 这个失误 好像似曾相识 怎么似曾相识呢 之前 你失误过 之前谁在这里经常 狮子 我记得是官人吧 哦 官人 官人出现了卡器失误 回到比赛吧 反正前行现在是没失误 这个指挥官用的还是非常的顺滑 看这里一个暴跌 还是可以先开担机 指挥官这辆车 小分市场还是有一个0.7秒左右的小分市场 小分市场强劲的 比赛完后面又磕到了 对 第一圈49.02 那对于记录来说压力是比较大 看第二条 打下这一分是比较稳定的 对 球很跑就是什么是吧 而且自己还能有分数上的优势 但赛车持平 看铁头挖起 哎 这里千许找不到路了 从外侧走 但是调整很快 对 虽然说短暂的迷路啊 为什么说调整快呢 因为指挥官 他不用考虑卡器问题 对 就哪怕说现在没有这个氮气 对于千许来说都没有关系 对 我每个弯道我都能起满一管 是 东东行这C大大目 对 看最后一个暴力以后手里面弹体也非常充足 那没有任何问题 解脱啊 没有把握住机会啊 对 先一个点标顺利冲键 那肯定是他在后制过程当中还是有接连的失误的 一个小标双喷 然后这边再接一个 对 下面这里就可以触发一个ECU了 但是领先了 是领先了 因为他刚开的ECU不来的嘛 对 但是这里瞬间千许跟了上来 铁头娃前面 从角度来看应该是甩尾没喷啊 杠位 但是千许的路线感觉 铁头娃的路线也不好啊 对 这两名选手都是在摇摆啊 这里再次出现快速出弯拖飘 哇 开始弹起来 但是这个弹射收益并不是很大 我接下来又拉开了类似于上一局的那样的距离 是 但是千许在前面跑的也不是很稳定 但你节奏稍微有一点乱 都是前面那个进阶变成单坑嘛 看这个距离就完全可以求问 是 在这里 哎呦 哎 飘流远早 恩死刹车 哇 这一个调整 把铁头娃硬生生的给等了上来 才是又挡到了铁头娃的去路 是的 甩尾 哦 这个甩尾断位 真的 我觉得只有铁头娃能做出这样的操作了吧 这刚刚千许应该是落下去了 对 这第二拳啊 第二拳就没有太多后追的机会了 这两名选手 感觉 今天今天是怎么回事 对 真的是败主组决赛 背景影响下选手的心态都有让我发生一些变化 对 以前千许应这个赛季之前都没打成这样子 对 千许这赛季Solo没有打过这样子 对啊 那这样的话 恭喜 解毒娃 3比3平 是 1分37秒充限 就是在木偶库上 在技能触发之刻 呃 基本上已经过了第一个 快到第一个U弯了嘛 这点 卡系 然后达到第一个E4U 千许这也弹射 开尾 先开一个ECU 然后主动去寻求对抗 但是这个ECU开的效果不是很好 哦 铁德娃直接占了个内线 双方弹射顶墙上 是 铁德娃少了一个氮气 再做补气 已经瞬间落后比较大的距离 这里可以开一个ECU 这个单喷 卡系下来 对 但是卡完去以后少了个小喷 没有办法做氮气 这里还是个单喷 这又怎么说呢 又是回到上局的 但是这一张赛道是单拳 对啊 没有给你那么多机会 对 而且千许自己主动选择图 这个失误的概率还是不大的 这里看铁德娃再次开启一个ECU 但是等没了一个氮气 哦呦 这个卡系 这个卡系很迷 迷到 不敢相信是铁德娃做出来了 对 看这边再来一个小飘装喷 这局应该是拿下了吧 我为什么要应该 哇 这个什么时候 这种迷跑距离 我们都要说的这么保守了吗 没必要啊 尤哥 这一局 RMGM千许必拿下了吧 必拿下 小蛋 那么恭喜千许先拿到局点 是 哇 真的 跌跌撞撞 分享你 在对面写的图选集成ECU 看起步 这张图其实真的不带我说 而且现在是 RMGM的局点啊 嗯 看这里也开启了一个ECU 哎 蹭到一下 是 这边CWW 叠加成了 但这一个弯道要不要采取进阶 采取了再来一个暴力 路线天寻更好 但是铁德娃稍微调整了一下 也回归到了自己正常的路线 蹭了一下 开ECU了 这里 发生了一波对抗啊 现在铁德娃这边是来一个快速出弯 再来一个点飘的 击掉了 直接把千许击掉了 对 但是两名选手的路线基本是重合的 哎呦 铁德娃又崴了和二位是一样的 这边险些上桥 桥整过来了 但是车速慢了些 千许跟上来 两个人同时被拍飞 千许开启ECU 但是铁德娃手里面没弹气啊 这个节奏 两次 哇 这个主宰拍飞 但是铁德娃落地脱飘了 千许再次都那段反程 还有一次机会就是火球 看来这一个弹射 火球会眷电谁 两名选手都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段位的速度谁更快 铁德娃顶着千许段位 没有任何问题 延续开启ECU 转向 千许路线 卡死位置 恭喜 千 偷娃 天哪 这个 0.01 这个优势是怎么出来的呢 那真的是路线 我没有关注这个进发的技能处发 没有关注技能处发 但是从潜意识来看 因为两辆车都没有处发 铁德娃当时内线 蹭到了加苏赛的边缘 但是千许非常求稳 它是从右往底拐的 这个时候就是 谁点方向的 点得少 谁赢 是吧 有一个点 在于他们在火球拍飞那个点 铁德娃就已经上来了 火球拍飞 火球拍机 落地那个点 铁德娃就已经上来了 那个点 那个点会不会是千许在落地 做那个WCW团圈有点失误 应该没失误 那就是磕了一点点 那就是路线问题 就是路线 就是路线问题 而且这个时间是变了 都已经忘记了 这是RGM的主件 这个 这两个人 这个ECU的节奏 包括两个人的对抗 和这个主宰拍飞 真的是戏剧性了 太戏剧性了 风回路转 对啊 我拍好你了 你自己抓不住机会 你再还给千许 千许 我拿到你跑飞了 但是我怎么速度 没得快呢 突然发现 这可能还涉及到 一个隐晦的点 就是最后CWW节奏 如果说你真的 稍微急一点 两下小坑点快了 那你达到最大速度 对吧 这个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对对对 但是从我们视角 是不可能看出来的 那这个是CWW正常节奏 我们记一下 看最后 这里两下延续 还是蹭了一个小坑出来的 对 节奏啊 这里真的2V就歪了 对 然后solo再歪 然后这里还没有单级 这两次侧身调整的还可以了 对 一次两次千许 在拍飞的一瞬间 应该是撞了一下铁头娃 然后快速出发投票 今天三次了 铁头娃 三次 在solo赛是三次吧 肯定更多呀 两个人 铁头娃出发特性了 铁头娃出发特性 铁头娃出发特性了 铁头娃出发特性了